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 亿万富豪从人生巅峰瞬间坠入谷底 这所有的一切都源自一场精心策划的危险游戏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心理游戏 继承了父亲事业的老道是一位亿万富豪 也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 不过遗憾的是 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那位有钱的老爸就莫名其妙自杀了 这件事在他的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挥之不去并且终将半起一生 由于老道的男权思想严重 骄傲自大且控制欲极强 而且还是个工作狂 他老婆忍无可忍最终跟他离婚了 离婚后的老道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大庄园里 每天除了忙着挣钱也没别的娱乐活动 生活非常的单调 在他48岁生日的这天 他那位多年未见的亲弟弟小盘突然出现了 兄弟俩寒暄了一会之后 小盘给了老道一张CRS公司的客户休闲娱乐服务的交信卡 算是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以游戏的方式 让客户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一位副总热情的接待了老道 副总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游戏的情况 说这个游戏是为每个参与者量身定做的等等 然后让老道去做测试和体检 以便确定老道的心理素质和身体健康状况 是否适合玩这个游戏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测试和检查之后 副总让老道回家等劲 对于这个游戏的具体细节 老道是一无所知 晚上他在酒店遇到了两位曾经参加过这个游戏的人 但这二位也没跟他透露具体的细节 转过天老道接到了CRS公司的电话 说经过对老道资料的分析 认为他不适合玩这个游戏 这个结果是老道没想到的 以他的身份和地位 平时基本上没人敢跟他说不 这让他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晚上老道开车刚来到家门口 就看到地上趴着一个人 这让他马上想起了当年跳楼子杀的老爸 老道下车来到这个人跟前 发现居然是一个小丑木偶 小丑木偶的嘴里有一把钥匙 但具体是开那把锁他不知道 当他正瞎嘈咕哭的时候 电视上那位播新闻的老大爷开始跟他对话 把老道吓得一机灵 老大爷说你已经进入游戏了 之后你还会陆续收到其他的东西 老道觉得这一切太神奇了 在老大爷的暗示下 老道最终发现微型摄像机在木偶的眼睛里 随后老大爷给老道提供了一个 24小时在线的紧急联系电话号码 自打进入这个游戏之后 似乎一切都变得不那么正常了 老道平时那种循规蹈矩的平静生活 正在逐渐没打乱 遇到的一些人和事也都奇奇怪怪的 老道是一个对待工作非常严苛的人 甚至可以说是毫无人性 他手下的一位老员工王大白 因为没有完成既定的指标 被他残忍的给辞退了 即便这位王大白还是他老爸的好朋友 但奇怪的是 当他准备拿文件让王大白签字的时候 皮箱却莫名其妙打不开了 工作中的不顺利让老道气急败坏 恼羞成怒 正所谓服务双至祸不单行 老道晚上在酒店吃饭的时候 服务员都没一步留神弄了他一身的红酒 像老道这种尊贵的客人酒店是非常重视 因此经历毫不客气的把东梅给辞退了 也算是对老道真诚的道歉 这个时候一个服务员递给他一张纸条 上面写了几个字 意思是千万不要让东梅离开 老道觉得不对劲 急忙拦住了将要离开的东梅 虽然他向东梅道了歉 但东梅似乎并不领情 这个时候一位老人突然晕倒在了马路中间 老道和东梅急忙上前救助 在警察的干预下 老道不得已和东梅一起陪着老人前往医院 因为警察说了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谁也不能走 两人坐着救护车刚来到医院的地下车库 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 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地下车库 瞬间就没人了 在老道看来 这种现象肯定是游戏的一部分 听了老道的解释 可把东梅气得不轻 两人顺着黑灯瞎火的过道走进电梯 可这电梯门死活就是关不上了 这个时候老道想起了 从木偶嘴里找到的那把钥匙 他掏出钥匙一凝 电梯门就神奇的关闭 可这电梯往上走了没多久 突然就断了电了 手机也没信号 两人只好顺着电梯顶部爬了出去 老道这边刚喘了口气 就遭到了CRS公司的追捕 对于老道参与的这个倒霉催的游戏 连累到了自己 东梅是想想就来起 两人在得目的追击下 比狗跑的都快 终于他们在中餐馆老板和员工的注视下 一前一后跳进了垃圾箱 老道带着东梅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这东梅也没客气 直接就在老道的屋里洗了个澡 临走时都没说了实话 说有人给了他400块钱 让他故意把红酒撒在老道的身上 对老道来说 这一晚上简直就是在做梦 他从来没想到 自己这辈子会有这样的经历 当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日上三干了 这时候他接到了助理的电话 说他的信用卡遗忘在了某酒店 可他根本就不记得 昨晚上去过这家酒店 他觉得这肯定又是游戏的一部分 老道来到前台 前台把信用卡还给他之后 又让服务生把他领到了一个房间 房间里杂乱不堪呢 能看出偷天晚上这里嗨翻了天了 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一些 不堪入目的照片 照片上的男女主人公 很像是他和杜梅 此刻他想当然的认为 这一切都是那位 即将被他辞退的老员工 王大白搞的鬼 目的就是打击Wolf 可当他带着那些照片 前去质问王大白的时候 才发现是自己误会 而且他的律师 也可以证明王大白是清白的 老道经历了这么多 匪夷所思的事件之后 决定终止这个游戏 但当他拿出合约的时候 发现上面的文字部分 全都不见了 原来这份放弃游戏的合约 CRS公司当初是用隐形墨数写的 这个时候 他从一个大新峰里 发现了一个车窗的摇摆 为了搞清楚 头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道派人查找东梅家的地址 晚上老道回到家 吃惊的发现 屋里被人搞到是乱七八糟 震耳欲聋的音乐 花里胡哨的涂鸦 彻底把老道给搞蒙全了 当他正打电话报警的时候 他弟弟小潘突然出现了 小潘看上去非常的紧张 说CRS是个可怕的公司 现在他想听也听不下来了 他很后悔把老道也牵扯了进来 可过了一会儿 小潘话锋一转 又认为老道和CRS公司是一伙的 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他 还指责老道就是个自大狂控制狂 总想扮演父亲的角色 控制他人生的走向 小潘的话戳到了老道的痛处 自打父亲自杀之后 他总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弟弟 但正是他这种自以为是的责任感 让小潘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老道距离力争 但小潘根本就不听 由于汽车爆胎 老道只好打车回家 可车走到半路 他突然发现不对劲了 原来这辆出租车 居然是CRS公司伪装的 出租车司机半路就跳了车了 这辆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带着老道一起冲进了水里 就在老道快要被淹死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了那个摇腕 插进去一试居然刚刚好 第二天一早 老道带着律师和警察来到了CRS公司 可当他们上楼一看 发现CRS公司的人全都跑光了 奇怪的是 询问大楼管理部的时候 对方居然说 从来就没有什么CRS公司 在这里租用过 关于老道的加倍涂鸦 酒店房间里不堪入目的照片 以及小丑木和救护车等等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警察说目前一样也没查清 晚上老道开车来到了东梅的住处 趁着东梅换衣服的功夫 老道突然发现这房间里不对劲 所有的东西似乎都是临时摆在这 台灯的标签都没有来得及去掉 冰箱里连一根菜毛都没有 书柜里的书也全都是假的 最可气的就是乡框里的那张照片 居然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 东梅说大哥你伤案勿造 那帮人正在监视咱俩呢 咱能不能换个地方说话呢 此时的老道早就按捺不住自己的暴脾气 拿起铁钩子就是鱼痛乱砸呀 很快就把CRS的人给招来了 这帮家伙合枪实弹冲击了东梅家 叮叮光荡就开了枪了 两人一看大事不好扭头就跑 摆脱了这些杀手之后 东梅告诉了老道一些事 说自己只是一个雇员呢 CRS公司敲诈了老道的弟弟小拍 现在正准备对老道下手 那天晚上在老道的办公室 他偷走了老道的调制几条件的号码 这样CRS就可以远程访问老道的电脑了 东梅说你刚开始做的那些测试 留下的笔记和声音样本等等 他们从中推测出了你的密码 准备把你的财产转移到虚假的账户中 老道一听是大吃了一惊 急忙往瑞士银行打电话确认 并且当着东梅的面说出了自己的密码 他的这一行为正中了东梅的圈套 因为接电话的根本就不是瑞士银行 而是CRS的人 冒充瑞士银行的人告诉老道 他的钱已经被人给转走了 老道一听急忙给律师打了一电话 让律师赶快报警 他则盯着东梅 到时候让东梅出庭作证 随后老道开着车 带着东梅来到了他在郊外的木屋 老道说我账户里的6亿美金 可不全是我的钱啊 那里边有员工的薪水和退优金呢 你们这么干良心真的不会痛吗 这时候老道接到了律师的电话 说他在瑞士银行的存款 根本就没有被转走 仍然一分不少的待在银行里 东梅说你的律师肯定也被CRS给收买了 老道正在瞎琢磨的时候 东梅在他咖啡里放的蒙汉药起销 老道就感觉天旋地转 一头栽倒在地就不醒人时 当老道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人放在了一个坟墓里 他爬出坟墓来到大街上才发现 自己居然跑到了墨西哥了 他来到大使馆求助 但由于没有任何的证件 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 加上他编的故事也不太可惜 因此并没有得到帮助 最后狼狈不堪的老道 用自己兜里仅有的十几块钱 坐着一辆大卡车回到了美国 当他来到家门口的时候 发现大门上挂着一个公开拍卖的牌子 看来这次老道真的是一无所有 他跳进院里走进房间 先是洗了个澡 然后睡了一个不太踏实的觉 第二天的一早 老道拿着本圣经来酒店 找自己的弟弟小潘 前台经理说 小潘因为破坏房间被警方带走了 他的精神上似乎出了问题 目前正在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离开酒店之后 老道找自己的前妻借车 此时的老道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 看谁都不像好人 但他对自己的这个前妻 还是非常信任的 因为他现在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了 前妻之所以离开的 完全就是他自己的原因 能够在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 深刻的反省 如果不是刚刚经历了那么多 估计老道也很难做得到 老道向前妻真诚的道了歉 希望前妻能够原谅 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 而就在这个时候 老道突然从电视上 看到了当初接待他的那位 CLS的副总 原来这哥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副总 而是一位职业演员 老道通过那家副总经常光顾的中餐馆 终于查到了副总的下落 然后压着副总去CLS的总部要说法 当他推门进去一看 发现餐厅里坐满了人 其中有几位都是他之前见到过 这个时候老道发现了 坐在不远处的东梅 收到消息的警卫很快就赶到了 紧接着就是一场枪战的 老道压着东梅来到天台上 质问东梅到底谁是魔王回首 东梅说这本来就是一场游戏 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也都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你难道没有从这个过程中 悟出什么人生的真谛吗 可此时不管东梅说什么 老道已经完全不相信了 他拿着那把藏在圣经里的 左轮手相准备跟这个公司的人决一死战 东梅说你手里的那把枪可是真强 咱不能开这种玩笑 你弟弟和我们公司的人 此时正拿着香槟站在那道门里边 他们正准备为你庆祝生日 看着电动工具切割铁门冒出的火星子 老道对东梅说的话是一个字也不信 当大门打开的那一刻 老道毫不犹豫的开了墙 这一项正中他弟弟小盘 老道一看眼前的情景彻底杀眼了 意识到这个玩笑开大了 生无可恋的他把心一横 就像当年他老爸那样从楼上跳了下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楼下的一个大气垫把老道稳稳的给接住了 原来直到这一刻游戏才真正的结束 至于老道有没有从这场游戏中误出点什么 咱们不清楚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这么玩早晚得出人命 百感交集的老道和弟弟小盘紧紧的拥抱在了一起 所有人都走到了老道的面前 向他致以亲切的问候 而老道也亲切的会见了所有参与这场游戏的人员 影片的最后 作为钻石王老五的老道 找到了正准备到外地出差的东梅 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彼此相识一笑便莫尼于心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 看似是一场游戏 其实就是恶作剧 心脏不好可别玩 不然容易嗝了屁